翻譯 耶 我回音了 大家好 我是華成 耶! 大家好 好 我可以坐著嗎? 可以啊 我會想打�adle嗎? 他是自己講的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球場上的心路歷程 那 就是先來講我的故事吧 好,那先警戒一下,那是實踐大學,然後大家都喜歡這邊埋照 然後我是,現在是實踐大學建築系三年級的學生 然後有C級籃球教練跟裁判的使蹤 那他有分ABC,C級是最下面的一層 然後我也是那個活力校園EverySport的創辦人 那後面會提到這個活力校園的平台,它是一個集合很多關於青少年 比如說文創,或者是運動,或者是手作之類的一個平台 算是一個集合的平台,然後我是底下一個運動平台創辦人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張照片,就是大家時光 先回到我高中的時候 然後這個是我,我在這裡 然後我高中是一個籃球校隊的隊員 然後這是我高三時候拍的一個照片 那在高中的時候,我雖然是打校隊 然後大家都會覺得說打校隊好像就很強啊什麼的 然後到高三就是刺炸風雲啊,在場上運球過人啊,等很多分數這樣 那其實不是,我在高中籃球校隊的時候是一個我們俗稱的板正球員 那我高中三年在校隊裡面,我從來沒有上過場 就是,在,就是真的是從來沒有上過場 就是正式的比賽,教練從來都不會把我放上去 然後,我那時候就會,我就從高一嘛,就一直打打打打打打,打到高三 可是我從來都沒有上場 我就會覺得說,我到底留在這個球隊要幹嘛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好像在這個球隊裡面,我沒有獲得什麼東西 然後,那時候還罰我 然後,哇 哇 2014 就是,我往下花了很久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就對自己還沒有自信 就會說,你自己到底多爛,多廢都沒有用 然後,我就看到很多人都很強啊 然後,在球隊裡面,你是一個高中的學長 然後,學弟還能夠打閒發力 就只能坐在場下看,學弟比你還強 然後,可是最後一句,我就覺得說 我現在,我現在生下什麼 生下那國平靜,一腔熱情,跟不放棄,跟不服輸 所以,代表其實我是喜歡籃球這項運動 而且,我對他有一個特別的情感 我常會在這邊待了這麼久 然後,甚至,是我在,我在,因為高三了嘛 大家都知道,高三有學生跟指考是兩個大部分 所以,我在高三,甚至是放棄了學測 然後,就為了打高中寒假那一個籃球的聯賽 然後,我還是沒有擅長 然後,我在退隊的前一刻啊 教練還跟我說,對不起 到了高三,還是沒有讓你上去 教練就幫你補了最後一槍 然後,我就想說 到底是誰漢 為什麼,為什麼還要跟我講這句話呢 到底想要給我怎樣的挑戰 我就說,好吧 那既然到了高三,都沒有上場 那我就在大學打戲隊 然後,這就是我們戲隊的照片 然後,大家就會發現 這裡面,穿衣服的只有兩個人 什麼,就是這一位 這是我們一個大學長 他是回來帶我們比賽的 然後,這個,穿衣服 第二個人呢,就是我 那,穿衣服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沒有上場的人 就會穿衣服 就沒有穿球衣這樣 所以代表說,欸 我還是沒有上場 但是,當天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在球隊裡面到底在幹什麼 或是說 我參加球隊到底都做了一些什麼 大家跟我們好奇啊 其實就是,欸 我籃球 其實不只有 所謂的球員 然後,中間會有我們的裁判 就是,呃 會是需要在場下 然後,判這些規則的人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的板凳 就是,我長時間都坐在板凳下 那,這個是我一個很喜歡的球員 他叫做Copy Bryant 然後,他其實說過一段名言 叫做,呃 翻出來中文的意思叫做 所有負面的事情 所有的壓力,所有的挑戰 都是一個機會可以讓你成長 那,其實我在做板凳 跟做,就是在幫忙友誼賽 吹裁判那件事情裡面 我在當中,我其實不只是 呃,我就是 我不會覺得說啊 裁判了,每次都吹裁判啊 我就吹裁判啊 可是 我在吹裁判裡面 我學著怎麼樣去吹裁判 那,我在場下的時候 我做板凳 並不是,成天都在抱怨說 欸,我好像就 把那球員啊,很可憐啊 然後,由於是做板凳 然後就不練球 我還是很認真練球 那,在板凳的時候 我到底知道做什麼 我在看場上 我在看場上 看場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場上,比如說 戰術上怎麼跑動 那,教練如何訓練每一個球員 給他最好的一個訓練的方式 所以 這,這造就了我 來到 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來到教會 然後教會在 就幫助我們 呃,在 就活力效能的平台底下 我們創了一個 運動羊目的平台 那,我就是當中的創辦人 那,因緣際會之下 我遇到了一個平台 它叫台灣品格籃球 那,這個台灣品格籃球在做什麼呢 呃,這是他的創辦人 然後他也是我們現在的好馬子 然後他也是一位大學生 他說他透過籃球 教導球員 生活態度 跟品格 啟動學生的自信 與武力生命 他的宗旨是用籃球 改變籃球 改變一個孩子的生命 那當然我們今天的主題 不是楊德 那,我想要看 我想要說的事情是什麼 我在楊德的身上 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籃球 去改變一個學生的生命 然後 他也希望我們能夠 希望我能夠 透過籃球這件事情 去找到屬於 我在籃球裡面的價值 所以我們就去了 這次我們去 他們在輪背 國中 現在楊德恩他是輪背國中的一個校定 然後 他邀請我們去 他們的所謂的品格籃球營 去做一個 也有像是觀摩 然後 看他們怎麼帶這群學生 那 你會看到一件事情是 他 在籃球 他做籃球的教練 他不只是 做一個教練 他更是做 學生的 帶領者 他去關心每一位學生 他 看到每一個學生的需要 跟他們生命當中的困難跟純愛 那 讓他們在挑戰之中 能夠用 他們在場上的學習 比如說他遇到他的技術法 持續突破的時候 他怎麼樣有一個正確的心態 去 去面對他的困難跟挑戰 那 其實德恩他也鼓勵我們說 欸 你既然都來看過了 那你要不要就 自己在台北試試看啊 所以 我們就 在我們的平台底下 我們就辦了一個品格籃球營 那 那一次呢 就是 我 跟德恩他們一起做教練 那在當中 就來了 也來了不少學生 然後你就可以真的看到說 當你把 你帶這群學生 你不只是帶他們 去做 籃球的訓練 更是 你能夠用當中 許多的價值 比如說 舉很實際的例子 他們 大家來籃球而已 就是 你可能就是 裝手空手穿著衣服的 但是 我們希望每一位學生 帶著他們自己的籃球 讓他們能夠在 這一場 品格籃球裡面 一起 有參與跟貢獻 那 更是 當他們 比如說他們 旁邊的包包啊 就是在那邊擺 我們教他們說 他們需要把他們的包包擺好 那 在場上 他們需要尊重他們的對手 跟尊重裁判 所以 這就是 我們最後的一個合照 你看到很多球隊 就是 就是 我在當中 很被鼓勵的是 我過去那些 我所學習的 跟我所 貢獻的 比如說 在當中也 擔任長胖 在當中也 擔任教練 那 過去那些就成為了 我的根基 跟成為了我的幫助 那 最後 那個是 德恩跟我一起辦 然後 我們就想說 好 既然 我們都已經 跟德恩辦過一次 那這一次我們也可以 自己來辦 所以呢 這一次的引隊 就變成 就變成我一個人 要 帶領整群學生 教導他們如何 做 如何 有一個好的品格 那 如何有一個好的 有一個好的 有一個好的價值 在他們生命當中 去展現 那 這是我們最後的 雖然人少少的 但是 最後 就可以看見說 不只是 能夠 去從別人身上獲取東西 那 你最後自己也能夠起來 做一個領袖 做一個平台的經營者 那 這是我們 呃 今年 他是 原本是在今年寒假 那 因為 世大附近一些關係 他已經到今年的暑假 所以 這是我們 有點 我想要講的事情 是 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是 呃 我們嘗試去跟 學校直接跟 學校合作 然後在學校裡面 成立一個品格籃球隊 那 在學校裡面 你就可以發揮影響力說 那 這個學校的學生 就可以透過這個 品格籃球的隊 就能夠 帶回他們平常生活裡面 那 最後我想要說的事情 講了這麼多 想要說的事情是什麼 其實第一個就是 不要讓環境限制人的信心 就是 在過去我一個 好像一個很困苦的一個環境 就是說 成為一個職業球員 還沒有上場 然後 因為都是吹裁判跟教練 就是 吹裁判跟當反凳球員 那 你們要怎麼樣在這個環境裡面 塑造一個說 你如何有一個正確的心態 其實 就是 就是 就到了一個第二個點 就是說 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存在的原因 就是 當 一件事情發生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先不要去想說 為什麼會這樣 而是想 好 那這件事情 會發生在我身上 我要怎麼樣 能夠讓它在我身上有意義 第三點就是 寧可練好了 放手沒用到 也不要等機會來的時候 你確實會等我一下 這想要說的事情是 就是因為過去 我 能夠好好掌握每一次 我在板凳上的機會 跟每一次 吹裁判的機會 我才能夠在 我接觸到 品格籃球 這一個平台的時候 我能夠發揮 我教練的專長 跟我裁判的專長 最後的 最後的點是 我們球隊常常講的一句話 就是不論你現在在做什麼 就是 或者是你現在在堅持什麼 我們常常在訓練過程裡面很累啊 很痛苦啊 什麼 比如說你撐過棒式 你知道 東西超酸的 或是你需要蹲馬步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常常會說 就常常在旁邊 常常在旁邊喊說 吃下去就是你的 吃下去就是你的 所以我今天也想要跟 每一個人說 不論你現在在做什麼 最後 只要撐下去 就是你 好 那最後就是 空桑時間 這是我們的 品格 這是我們的運動欄目的一個平台 那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一次加工做點戲 或是你可以掃這個QR Code 幫我們按讚 分享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